中国女排张州训练最新消息!补齐短板,郎平终于把她招来了!2019年8月4日。 文梅长苏。 中国女排已经在张州集训有一段时间了,主公、副公、二船以及自由友人位置都至少有三个人参加集训,只有接应就龚翔宇和杜青青两个人,进入国家队大名班老将曾春累合时到国家队参加集训一直是大家关心, 今天北京晚报记者孔宁透露曾春累,将于今天奔赴张州和国家队会合正式开始参与集训。 曾春累自从打完联赛之后就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本以为他会在排球全明星赛结束之后去国家队保到的, 然而在全明星赛期间曾春累对何时去国家队集训离事三间其口,只是表示自己是一名老将,恢复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 因此也有很多人猜测曾春累不会参加今年国家队集训,如果杜青青在今年国际赛场上表现出色,那曾春累就会慢慢从国家队淡出,目前来看曾春累晚去国家队报道纯属就是身体的原因。 接应位置一直是中国女排薄弱环节,去年一系列国际赛事都证明了中国女排要想更进一步,接应位置必须要有所加强。 客观说曾春累去年在国家队的作用并不突出,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他打的比赛场次非常少,去年世锦赛上偶尔替补上场的曾春累表现只能用一般来形容,和他2017年参加大冠军时的状态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过本赛季联赛,老将曾春累不是主力,所以比赛压力不大,状态也是有回春的迹象,虽然在北京女排首发的场次有限,但是他无论是以主攻还是接应身份替补出场总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中国女排的接应位置薄弱,很大原因就是可用的人员十分有限,今年联赛该位置除了山东女排杜青青, 之外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涌现,曾春累依旧是中国女排接应位置重要的一名队员,从联赛总决赛来看,杜青青今年能否取代曾春累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今年国家队的比赛任务非常繁重, 在这种情况主教练郎平不大可能会放弃老将曾春累的,曾春累回归国家队参加集训应该说并不意外。 曾春累是国家队唯一一个参加了伦敦奥运会的老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硬实力确实不能和巅峰时期相比, 但是他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是最强的优势,目前国家队主力功详宇还是过于年轻,表现不稳定,他的替补应该是像曾春累这样的经验丰富老将更为合适, 我们期待曾春累今年在国家队的表现能够比去年更好,如果曾春累能够恢复至2017年时的竞技状态, 那会给中国女排今年争夺世界杯冠军增添不少筹码。